原标题 年庚瑶被处决后 宽文抄家时发现七个字 雍正皇帝直接暴跳如雷这七个字 让雍正帝直接暴跳如雷 表示 学队会将写出来这几个字的人处决掉 年庚瑶是清朝 朝时期的名将一生建功无数 尽是出身 不过半路从辽军 后来成为了川陕总督 福远大将军 年庚瑶历下过的功劳的确不少 也因此深受康熙宠爱 而在康熙之后 年庚瑶也依靠着自己曾经对雍正 给予过极大帮助的原因 跟雍正关系很不错 兔死狗喷 功臣的下场往往是凄惨的 年庚瑶也无法避免 年庚瑶跟雍正帝之间的关系 一度处于蜜月期 不过后来因为他是宠而骄 骄傲过度 也是成为了雍正帝的眼中钉肉中刺 本来年庚瑶跟雍正帝是很有希望饰演一番君臣家话的 可惜他没有守住底线 雍正帝自然也留不得他 对年庚瑶的处罚不是一天开始的 在真正处决年庚瑶的时候 雍正帝列了92条罪状 迢迢至死 确定了年庚瑶再无活路 而根据大清的律法 在处决大臣以后 往往都是要抄家的 在抄家的过程中 就有人从年庚瑶的书房中搜出来一本书 本来仅仅是一本书罢了 但这本书却将另一个人拖下了水 那就是汪景祺 汪景祺是一个读书人 富有诗书 但为人却十分骄纵 或许也因为他目中无人 虽然有点才华 但却始终没有得到重用 但这都在他遇到年庚瑶以后结束 他成为了年庚瑶的谋臣 为年庚瑶出谋划策 而被搜出来的那本书 就是汪景祺写的那本读书堂西征随笔 这本书里面的七个字 最重要了汪景祺的命 这七个字就是 皇帝挥毫不值钱 这七个字本身就具备着一种讽刺意义 主要就是在说康熙帝没啥恩话 但是还非要提字 可以说这七个字是实打实的对康熙帝的讽刺挖苦 庸正帝看见的七个字怎么能不录 当即表示要将写这本书 得人找出来给他个教训 当然了汪景祺因为写的这七个字 还被庸正帝发现了 自然也是受到了处罚 而他的处罚力度就有点大了 先是他自己被斩首了 这还不算 还要挂在城墙上几十年 而他的妻子儿女都被发配边疆 几乎没了活路 他的兄弟们也都被从原来的官职上割除 可以说 汪景祺一个人牵连了整个家族 从这件事也就能轻松地知道 半君如半虎 汪景祺虽然深知这个道理 但最后还是被年庚姚牵连死在了屠刀之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